當喜歡的東西擺到變成負擔 小時候是很嚮往有一個圖書館的空間 那以前大概都擺了多少本書啊 最多應該有到100本吧 整理書的時候我都會想說 這一本書我現在想不想看 現在這個字 不是一個月後 現在是此時此刻嗎 此時此刻你到底想不想看 如果不想看的話就把它賣掉 它有賞味期限 過了那一個時間的時候 提不起進去看 因為你就知道說你沒有看 但是你又不想去看 很矛盾的一個心情 很大的壓力 每一個物品它就有點像是一個代辦清單 就是你買了一本書叫你要去賭它 覺得這個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把它捨棄掉 你會突然感受到很輕鬆的心情 販售平台去賣掉 捐去圖書館 少部分的書就是像輕小說類的 我就請妹妹幫我賣 幫我處理掉 那賣的那些錢就是她的 因此開啟了她的網拍之路 到現在她還在經營 之前累到現在大概賣掉了多少本書 大概有300多本 那收入呢 三四萬塊吧 天啊 後來我會覺得說處理紙本書 你還要去賣 然後它還會站在房間的一個空間 我會覺得這個過程有點麻煩 乾脆就是買電子書 再加上我之前就是常常就是通勤 如果是紙本書我不可能拿著 然後在捷運上看 所以反而買了電子書之後 我看的書就是比以前 可能多個兩三倍以上 我就有個線上圖書館 一樣還是可以看得到書 節目上架囉 快去聽 我會想看得到 我會想看得到 你會想看得到 你會想看得到